大家好,我是眉门一气流行李凤山 今天咱们来谈什么是信仰 曾经有一个人,他听说纪公很厉害 就跑去找纪公说 他说,我非常敬仰您,相信您,敬佩您 纪公就问了,那您有什么打算呢 这个人就说了,他说我想供养您 您可不可以跟我到我家去 让我好好的供养您 纪公一听就把屁股一挪,露出底下的石头 他说,这样好了,你既然那么敬仰我,你就把这块石头给搬回去 这个人就很吃惊了,他说 他说,我把石头搬回去干什么,我要供养的是您啊 纪公就跟他说,把这个石头搬回去供养啊 你供养这个石头啊,就像供养我一样 这是我说出来的话 你不是相信我吗 不是敬仰我吗 我叫你把这块石头搬回去 你怎么没有听我的话呀 你到底是相信什么东西啊 而且啊,我到你家还要吃,还要喝 你还得花钱 还得伺候我 你把这块石头搬回去啊,还不需要吃喝 还不用伺候,是不是啊 而且你还供得心安理得 其实啊,从这段故事啊 我们可以想象,很多人呢,都有这个毛病 到教堂去看到耶稣的像 到庙里去啊,看到释迦摩尼的像 都非常的虔诚 可是回过头来,心里到底真正的相信什么呢 有很多人呢,为什么迷信 拜偶像,其实没错 可是他一回头啊,就把神给忘了 到最后,甚至于把人也给忘了 当这个神没办法满足他的祈求 说不定啊,他就把那个偶像给烧了 把他给砸了 其实偶像的目的啊 是让我们啊,见他如见神啊 就好像我们跟人有深厚的感情 看到对方的照片 想到这个人 就好像看到这个人一样的 所以说呢,偶像 性偶像啊,就是让人啊 时时刻刻的有所警惕 有所感念 还要懂得感恩 这样才能够形成相互灰映 而达到心心相应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这一脉要特别去注意的东西啊 千万不要迷信宗教 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信仰 各位说对不对啊 好,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